我们的这个岁末的时间又到了 所以每一年一年的真是快速 那么在快过年的这个时候 我当然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种复法会 那么能够以生命服务 生命奉献生命这个精神 来推动我们整个灵球上的一个志业 也就是跟师父一起来行菩萨道 在这个当中 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乐观 面对的精神 来面对我们未来的一年 那么也希望大家不忘失我们的这种菩提心 这种菩提心就是永远的火苗 也就是这个火苗就是不能熄灭的 那么虽然是我们可能经济上会好一点 可是灾难总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精进努力的持大悲咒 行善持咒 做法会水路 这样来回向整个世界的灾难减少 平安 能够大家都平安 那么只有修行是可以有地方 是叫做我们避难的地方 只要学佛法修行 那个就是避难 这个离苦的地方 不但是避了我们地球的灾难 也避了一个生死烦恼的灾难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还是精进学佛 然后把持咒禅修行善做好 来到那个最安全的彼岸 那么还是过年到了 那你们就上上跟师父跟大家 深重一起过年 那么我们年年都能够 过年这个过年就是一个过年大会共 请大家都能够回来参与 那么希望我们 大家在未来的一年 能够更能够传承诸佛法 立一切重的这个原则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脚踏实地地去耕耘 不要好高无援 一定是脚踏实地 自利利他的一个禅跟 这种慈悲的一个主要的精神 还是要把持得住 一直贯彻下去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